各位嘉賓好 我柯宇瑞 今天跟各位嘉賓介紹 介紹這個確認訴訟 確認訴訟 要提起確認訴訟 要注意什麼 就是 這個網站資料是來自於司法院的資料 行政訴訟還有懲戒庭 要提起確認訴訟要注意什麼 這是常問的問答集 提起確認行政處分 這個規範在行政訴訟法 行訴 行政訴訟法第六條 就是說要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這個行政處分 基本上是行政機關 依據公法 行政機關 依據公法 就具體事件所謂的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 這個 這個處分 或決定 那所以這個 他確認這個行政機關 所做出的行政處分是無效的訴訟 必須要先向原處分機關 這個原處分 原處分 原處分的話 是原來行政處分的機關 這個可能要打上 行政處分是行政機關做出來的 因為請求確認無效 未被允許 或請求確認 或那個 向原處分的行政機關 向原處分的 或是說 向原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請求確認 經過30天 30 days 這個 這個機關 這個機關 就是原行政處分的 行政處分的 這個 該機關 就是這個 原來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 未為確定的答覆 才可以提起這個 確認訴訟 確認訴訟 然後這就是一般所稱的那個 行政先行 這個行政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行政先行呢 應該要先向原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 請求確認無效 未被允許 這是不是行政先行 行政機關自我審查 這個行政先行就等同 行政先行就等同訴願一樣 所以提起確認訴訟不用經過訴願 那他說 或是說 向原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 請求確認 那經過30天以後 30天以後 原來的做出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 他沒有確定的答覆 才可以提起確認訴訟 這就是行政先行 行政先行 好 那我們看看行政訴訟法裡面 也有這個規定 行政訴訟法裡面 的第六條 第六條 第六條是 確認訴訟 確認訴訟 那我們的第六條 確認訴訟 確認訴訟裡面 事實上有一般的確認訴訟 兩大類 確認訴訟分成兩大類 一般的確認訴訟 還有確認行政處分違法的訴訟 這樣 各位嘉賓好 今天是2023 5月26號 禮拜五 禮拜五 好 這個 在一般實務上 在學理上 在分 確認訴訟把它做分類的時候 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 一般確認訴訟 一般行的 一般的確認訴訟 第二大類叫做 確認行政處分違法 違法的訴訟 一般的確認訴訟 它又有分兩大類 第一是 確認公法上關係 存在與否的訴訟 存否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 存否的訴訟 一般確認訴訟的話 第二大類是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就是一般確認訴訟 裡面又分兩大類 一個是確認公法上 不是實法喔 公法 這裡要特別 向各位嘉賓報告 公法上的 法律關係 這個關係 不是一般事實關係 不在此列 是 像確認這個 畢業證書的真偽 這個就不存在了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 存否的訴訟 一般確認訴訟的 第二大類就是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所以確認行政處分 由行政機關做出來的 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是一般而言 是歸類在一般的確認訴訟 一般的 因為它是確認行政機關 做出來的行政處分是無效的 是一般的確認訴訟 那確認訴訟基本上 就兩大類的 一個是一般的確認訴訟 一個是確認行政處分違法的訴訟 好 那我們看第六條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的訴訟 好 各位嘉賓 這個行政訴訟法裡面的 這個第六條 第六條它總共有四項 總共有四項 一二三四 第一項裡面它有說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確認行政機關做出來的行政處分無效的話 這個就是 因為屬於一般確認訴訟 確認訴訟裡面有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一般確認訴訟 第二大類是違法 確認行政機關做出來的行政處分是違法的訴訟 這樣 然後在一般的確認訴訟裡面 又分為兩類 一個是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存否 存在不存在的 這個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的訴訟 這個就是一般確認訴訟的類型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呢 也是屬於一般的確認訴訟 確認訴訟有兩大類 確認行政處分違法的 第二大類的確認訴訟第二大類 就是確認行政處分是違法的 違法的 這裡有提到 後半段 第六條 行政訴訟法 第六條 第一項的後半段 他說 確認已經執行 而無恢復原狀可能的行政處分 或已經消滅了行政處分違法的 這就是確認訴訟裡面的第二大類 確認行政處分違法 確認 這個 特別留意一下 這就是說第六條 第一項裡面的後半段 他一定要違法 不當是不行的 不當 因為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的標的 是公法上的爭議 他是要法律上的爭議 所以不當不行 以消滅了行政處分為不當的 為不當的話 不是公法上的爭議 他沒辦法提起行政訴訟 好 所以 行政訴訟法第六條 第一項 第一項裡面的前判斷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這就是所謂的一般確認訴訟 確認公法上 法律關係存在不存在的訴訟 這也是一般的確認訴訟 然後呢 非原告有急受確認判決的法律上利益 這叫 一般而言也有人把它叫做確認利益 不得提起 確認已經執行 而沒有回復可能 好 或是說已經的行政處分 或是說已經 消滅了行政處分違法的訴訟 這就是所謂的確認行政處分違法訴訟 議統 議統的話就是說 他也是要怎樣呢 非原告有急受確認判決的法律上利益 不得提起 就是 這個 確認行政處分違法的訴訟 也是要有確認利益 要有確認利益 這樣好 好 所以 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 它分 把行政確認訴訟分成兩大類 一個是一般確認訴訟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這個就是一般確認訴訟的一種類型 確認公法上 法律關係存在或不存在的訴訟 這個也是屬於一般確認訴訟 好 這個 確認訴訟的第二大類的類型 就是確認行政處分違法的訴訟 這樣好 好 那 這個是第六條第一項 第六條第二項是說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這就是屬於一般確認訴訟的類型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必須要先向原處分的行政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 未被允許 或經請求後三十天內不為確答者 使得提起之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我們司法院裡面的行政訴訟及懲戒廳裡面的所講的 就是行政先行程序 就是說 要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第六條 這裡有提到 這第六條的第二項 他說呢 須呢 必須先向原行政處分做出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請求確認無效 沒有被行政機關允許 或是說向原做出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請求確認 經過三十天引漏 以後 原來的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未為確定的答覆 才可以提起確認訴訟 這就是所謂的一般的行政先行程序 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行政先行程序 第六條第二項就是所謂的行政先行程序 嗯 一般而言 這個行政先行程序就是有讓行政機關自我審查的一個機制 自我審查自我反省的機制 所以他的這個速驗先行就等同為速驗 所以提起確認訴訟事實上是不用經過 提起確認訴訟不用經過速驗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必須要先向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這個必須要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沒有結果 必須 原告必須先向原處分的機關 行政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 確認其 這就是行政機關做出來的行政處分是無效的 結果未被做出原來的行政機關 未被那個原來做出行政處分的行政機關允許 或是說 原告向行政機關請求以後三十天一內不為確答者 使得提起之 這個就是 這個行政先行就是具有訴訟的極致的 就是讓行政機關先自我盤行就對了 好 那第六條第三項就是確認訴訟他具有不充性 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 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 客語義務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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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幾乎訴訟則 不得提起字 不得提起字 所以 這個確認訴訟它 它是具有補充性 假設 原告可以提起撤銷訴訟 就不可以提起確認訴訟 假設原告可以提起客語義務訴訟 就不得提起確認訴訟 假設原告可以提起一般幾乎訴訟 就不可以提起確認訴訟 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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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訴訟他不是補充性 第六条第三项的前半段 把确认诉讼定位为补充性 后半段第六条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第三项的后半段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这个时候确认诉讼就不是补充性 不具有补充性的性质 第六条第四项 应该提起撤销诉讼 课与义务诉讼 然后误以为要提起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结果他误以为是要提起确认诉讼 理论上他是应该提起撤销诉讼 理论上他应该是提起客与义务诉讼 结果原告提起确认诉讼 因为确认诉讼是不用经过诉认程序 行政法院就应该以裁定 将该事件移送于诉认管辖机关 免得他诉认期间超过了 并理行政法院收受诉状之事 视为提起诉认 司法院这个修法也是很好的 这是政府单一窗口 向行政法院起诉 确认诉讼就等同于诉认 单一窗口的机制也是非常好的 跟各位嘉宾报告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还有确认公法上法律关系成立不成立的诉讼 这两大类可以归类成一般确认诉讼 在这个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这个部分 首先就是说 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说 行政法院必须要有审判权 行政法院必须要有审判权 确认行政处分 确认由行政机关做出来的行政处分是无效的诉讼 第一个行政机关必须要有审判权 然后在特别实体的判决要件方面 它有三个要件 实体判决 特别的实体判决的要件里面 特别的确认诉讼的特别实体判决的要件里面 第一个必须要有行政处分的存在 所以它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所以第一个前提就是 诉讼的标的是要行政处分存在 而且要确认它是主张 原告要主张它无效 然后第二个前提就是说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必须它第一个是不是要有 第一个大前提 特别的实体要件就是要行政处分存在 并且无效 然后确认处分无效 无结果 必须要向原处分机关请求确认 未被允许或是说经请求向原处分 就原做出来做出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 请求确认它无效 没有被允许或是经请求以后 三十天以内行政机关不为确打 不为确打 就是说特别实体判决要件好 第二个要件就是确认处分无效 行政机关就是没有给他允许 或是说没有给他答户 就是没有结果就对了 然后第三个要件就是说 确认这个行政处分无效 他必须一个特别实体判决要件 就是他要确认利益 非原告有急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 不得提起字 这叫确认利益 所以这个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首先我们要审查了就是说行政法院要有审判权 在特别实体判决要件里面三个要件我们要给他审查 第一个行政处分要存在 行政处分要存在 要有一个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分 然后他要主张他是无效的 第二个就是确认处分无效 没结果 必须要第二个要件就是第二个特别实体判决要件就是说 必须这个原告要向原处分的机关请求确认 无效 确认就是向行政机关请求说 你要审查自我审查 自我反省 你们当初做出来的行政处分是无效的 结果没有被允许 或是说 像那个原处分机关 原做出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 那个请求确认以后一个月三十天了 行政机关不为答复 这样就是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没有结果 这个是第二个特别实体的判决要件 第三个特别实体的判决要件 就是要有那个非原告 有急受判决 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 不得提起之 这句话一般叫做确认利益 确认利益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必须要有确认利益 然后确认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确认公法上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也要确认利益 确认那个行政处分为违法的诉讼 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 确认已经执行 而没有回复原状可能的行政处分 或是说这个行政处分已经消灭了 以消灭的行政处分为违法的诉讼 也是非原告有 急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 不得提起 也是要有确认利益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 报告这个 一般确认诉讼里面的另外一个类型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这个诉讼 首先 我们要审查的也是 第一个 行政法院必须要有审判权 行政法院必须要有审判权 然后在特别的实体判决要件里面 针对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 他这个 确认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存在不存在 第二个 在实体 特别的实体判决方面 第一个 确认对象要四个 确认的那个对象 确认的那个标的 公法上 所谓的确认的标的就是 他必须确认公法上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 公法的法律关系 不是事实上的关系 所以确认标的要四个 第二个 他具有那个 补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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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提到 在第六条第三项里面 第六条的第三项 后半段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确认行政处分 确认行政处分 无效 这个部分 没有说 确认输送的定性 没有说是补充性 但是在这个第六条第三项里面 他有提到 于原告可以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销 刻意义务 或一般挤物诉讼的时候 不得提起字 所以这个确认法律关系 或存在或不存在 基本上 他是具有 第二个特别的那个 特别的实体判决要件 就是补充性的要求 补充性的要求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有确认利益 就是说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的这个确认诉讼 首先 我们要审查的就是说 行政法院必须要审判权 必须要审判权 再在特别实体 特别实体的判决要件里面 他有三个构成要件 第一个 确认标的要四个 所以我们确认的是 公法上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 是公法上的 不是司法的 然后是法律关系 不是事实关系 好 这个确认标的要四个 第二个 这个确认诉讼 他具有补充性 在这个第六条第三项里面 他有提到 确认诉讼 他具有补充性 好 补充性 那当然确认行政处认无效 他就不具 他就不 确认诉讼 他没有被定位成补充性 但是在这个确认法律 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这个确认诉讼 他具有补充性的要求 在特别 在这个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的诉讼 在特别的实体 判决要件里面 第三个要件就是 必须要有确认利益 所谓的确认利益 就是说 非原告 有急受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的利益 不得提起 这叫确认利益 这样好 好 在确认行政处分 违法的这一部分 这是第六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 第一项的后判断 确认行政处分是违法的 这一个 诉讼 确认行政处分是无法 是违法的诉讼 我们首先要审查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说 行政法院必须要有 审判权 就是说 我们要原告向行政法院请求说要确认行政处分违法 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说行政法院必须要有审判权 然后在这个特别要件里面 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诉讼 就是说在第六条第1项的后半段在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这个行政诉讼里面 它有三个特别的构成要件 第一个构成要件就是说 客观上要有行政处分的存在 且已经执行 而没有回复可能 或是说这个行政处分已经消灭 这是第一个构成要件 客观上 外在的客观上 必须要有一个行政处分 这个行政处分怎样呢 已经执行完毕 已经执行完毕 然后没有回复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个构成要件 确认行政处分违法 特别要件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有一个客观上 一定要有这个一个行政处分存在 然后这个行政处分怎样呢 已经执行完毕 然后没有回复可能 或者是说这个行政处分 已经消灭了 已经消灭了 这就是说 确认行政处分 确认行政处分是违法的诉讼 确认诉讼里面 就是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诉讼里面 它的特别构成要件里面 第一个特别构成要件就是说 客观上要有行政处分 已经执行完毕 客观上要有一个行政处分 已经执行完毕 然后没有回复的可能 或是说这个行政处分已经消灭了 好 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诉讼里面的 第二个特别构成要件 必须要具备 撤销诉讼的要件 必须要具备 撤销诉讼的要件 就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确认诉讼它本身就是具有这个补充性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可以提起撤销诉讼的时候 就不可以提起确认诉讼 所以它是续型的确认诉讼 就是已经执行完毕的 抱歉 就是说 对 已经执行完毕的行政处分 就是说这个行政处分 当初原告在提起起诉的时候 它是提起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 只是因为它执行完毕了 执行完毕了 跟各位嘉宾继续报告 在这个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诉讼里面 它的特别要件里面有三个 第一个 就是说客观上要有行政处分存在 而且已经执行了 没有回复的可能状 没有回复原状的可能性 或是说已经消灭了 的行政处分 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诉讼里面的特别要件里面 第二个就是说 要具备有所有 具备有撤销诉讼的要件 基本上确认诉讼是具有补充性 所以他这个行政处分 基本上就是原告事实上就是说他 他用意就是要先给他撤销 所以他必须撤销他 所以他必须具备有撤销诉讼的要件 然后再来就是说具备有那个确认利益 所谓的确认利益就是说 非原告有棘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的话 不得提起之 不得提起之 好 这是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 这一个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介绍 这个法律危机百科里面 有一个追加确认诉讼 我把它下载一下 把它放大 这个追加的确认诉讼 它是这样 续型的确认诉讼 后续的确认诉讼 就是追加确认诉讼 追加的 追加确认诉讼 追加的确认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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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叫做续型的 又称为续型的确认诉讼 又称为后续的确认诉讼 它这个是说在 撤销诉讼类型的 审理程序中 所以必须要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是 撤销诉讼是规范在 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里面的 第四条 这个再补充一下 因为 这个第三条之一 所谓的高等行政法院 是指高等行政法院里面的 高等行政诉讼庭 高等行政诉讼庭 那地方行政法院呢 是指高等行政法院里面的 地方行政诉讼庭 第三条之一是非常重要的 的概念 这是111年6月22号 它公布的 就是说 所谓的高等行政法院 是指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它有设高等行政诉讼庭 高等行政诉讼庭 地方行政法院是指高等行政法院里面的 地方行政诉讼庭 地方行政法院不是设在 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 而是设在高等行政法院里面的 地方行政诉讼庭 好 那什么叫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的话 它说 那个 第四条第一项 人民原告 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的 所以它这个机关 也包含地方的 中央或地方机关的 违法行政诉讼庭 因为我们这个行政诉讼 它是解决公法上的争议 公法上的争议 所以一定是 现在这个 违法的 不当的行政诉讼 不是行政诉讼法 所要处理的议题 标的 好 然后呢 行政诉讼法第四条 它地下有规定 这个原告认为 损害他的权利 或法律上的利益 这个利益 不是事实上的利益 一定要法律上的利益 经依诉讼法 提起诉讼 所以这个 撤销诉讼 一定要经过诉讼 呃 诉讼的话 可以让行政机关 有自我审查的机会 好了 那诉讼通常就是要 经由原来的行政处分机关 然后向他的上级机关提起 好 所以不服移民署的这个 行政处分的话 向哪个机关提起诉讼呢 就是经由移民署 向移民署的上级机关 内政部 内政部有一个宿愿审理委员会 来提起诉讼 不合决定 或提起诉讼 预三个月不为行政机关 不为决定 或延长诉讼 法定期间超过两个月不为决定的话 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 撤销诉讼 好 这就是所谓的撤销诉讼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最佳的确认诉讼 他最佳的确认诉讼 又称为续行的 续行的确认诉讼 又称为这个后续的 后续的这个 后续的这个 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 然后呢 他指在这 他这个意思 他是说 在这个 在这个撤销诉讼类型的 审理程序进行中 撤销诉讼 类型的那个 审理的程序进行中 作为这个 增值标的的行政处分 作为增值标的的行政处分 已经消灭了 已经执行完毕 或者是说 已经消灭了 这个时候呢 原告呢 他因为这个行政处分 已经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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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行政处分 已经执行完毕了 此时这个原告 原告因为原本的行政处分 所造成的 权益侵害的状况 已经不存在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说这个行政 由行政机关做出来 行政做出来的行政处分 对原告所造成的 权益气态的状态 已经不存在或了解 为什么 因为行政处分 disappear 他已经消失了 或已经执行完毕了 行政法院没有撤销的必要 他已经 已经不会造成 对原告的权利造成气态 所以行政法院就没有撤销了 这个 的对象 就是说行政处分已经执行完毕了 而应该行政法院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 但如果原告的权利 假设原告的权利 因为原来的处分 假设原告的 原告的这个权利 因为原来的行政处分 原来的行政处分 受到的 损害 然后没有办法因为原来的处分撤销 而可以回护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行政处分已经执行完毕了 没办法回护了 法律应该允许原告可以将原来还没有结束的撤销诉讼类型 就是说 还没结束 因为他撤销 他提起撤销诉讼的期间 那个行政处分 他才执行完毕 或是说消失了 那法律上 所以我们行政诉讼法就 允许原告可以将还没有结束的这个 撤销诉讼 他把它转换成 transform 确认原来的行政处分 违法的诉讼类型 这一个法律的维基百科有提出一个例子 主管机关做出 假议师因停业两个月的处分 这个可能在地方的话就是卫生局 一般就是卫福部嘛 他可能违法 然后停业两个月的处分 这个就是行政处分 停业两个月的处分 这就是行政处分 行政机关做出来的 假象行政法院 假象 这个医师 这个假就是医师 假医师向行政法院提起这个诉讼 请求撤销该处分 那这个就是人民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的 的那个 人民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违法的行政处分 认为损害到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 然后提起诉认 然后呢 不服 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诉讼 这个就是所谓的撤销诉讼 于提起撤销诉讼程序进行中 这个 因为他这个必须要经过诉讼 撤销诉讼 行政诉讼法里面的撤销诉讼 要经过诉讼 才能向行政法院起诉嘛 所以他时间会拉的很长 所以因为又经过诉讼 然后的阶段 然后再向行政法院起诉 提起撤销诉讼 应该会超过两个月 那这个停业两个月的行政处分 已经执行完毕了 那 那基本上假当初就是 医师就是要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诉讼嘛 所要达成不停业 就是说 因为他停业两个月 他就没办法工作没办法赚钱了嘛 已经没有办法从撤销诉讼里面 胜诉而得以回护 因为那个行政处分已经结束了嘛 他两个月以后他又可以职业了 此时应该允许这个假医师 这个时候应该允许这个假医师 将原来在进行的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把它转换成 确认 确认什么诉讼呢 确认这个当初这个主管机关 对这个假医师做出来的停业 两个月的处分 是违法的诉讼 就是确认他是违法的诉讼 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确认 最佳确认诉讼 又叫后续的确认诉讼 续型的确认诉讼 又叫做后续的那个 后续的那个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 就是本来想要提起 提起撤销诉讼 本来想要提起撤销诉讼 在提起撤销诉讼的期间 行政处判已经执行完毕 或已经消失了 这时候允许行政处判 行政诉讼法就允许 假医师把原来的那个撤销诉讼 转换成这个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里面就是确认 这个当初行政处判的 当初行政机关做出来的行政处判 是违法的这个行政处判 这个叫做追加的 追加的确认诉讼 又叫做续型的确认诉讼 又叫做后续的确认诉讼 好,接下来 就是司法院行政诉讼 及惩戒厅里面 他有一个常见的问答题 问答题 他说提起行政诉讼前 是不是一定要先经过 诉论的阶段 好 基本上就只有撤销诉讼 跟课语义乌诉讼 假设原告是提起这个 依照目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假设提起撤销诉讼 或课语义乌诉讼 原则上必须先经过诉论程序 才可以向行政法院起诉 这就是所谓的诉论前置主义 撤销诉讼 原则上必须要先经过诉论程序 撤销诉论 在行政诉讼类型里面 撤销诉讼是属于最传统最传统的诉讼 他一定要经过诉论 然后再来就是课语义乌诉讼 原告向行政法院起诉 然后请求行政法院的法官 透过他的判决书 然后达到他想要课语行政机关作为或不作为的义乌这样 所以这个课语义乌诉讼也要经过这个诉论 基本上课语乌诉讼 课语乌诉讼是原告就是向行政法院起诉 希望法官透过中立的法官 法院来这个判决书 来向这个行政机关 达到就是达到这个 通过判决书达到这个原告想要的 就是命令行政机关作为或不作为 所以基本上到头来还是要行政机关要作为或不作为 所以基本上要提起这种课语义乌诉讼的时候 理论上还是要先经过行政机关的自我审查 疏远阶段会比较好 让他有自我审查的功能 他自我审查 原告的起诉有理由 他就就是那个 依照做出原告所想要的行政处分 这样就让这个课语义乌诉讼 就是要先经过诉论 让行政机关可以自我审查 所以说 撤销诉讼要经过提起原告要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诉讼之前 要先向原来的做出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提起诉论 这叫诉论先行 抱歉 诉论前置 那原告要提起客与义乌诉讼 也是要经过诉论 就是要提起客与乌乌诉讼之前要经过诉论 这个诉论 这一个诉论程序就叫做诉论前置主义 原告要向法院提起客与乌乌诉讼 也是要经过诉论的这个阶段 这个原告必须要先经过诉论这个阶段 也叫诉论前置主义 但是如果法律有规定 可以不用经过诉论程序 可以直接提起 例外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 像这个交通裁决事件的诉讼 交通裁决的诉讼 在规范在行政诉讼法237条之3 237条之3 它不用经过诉论阶段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交通裁决事件的诉讼 规范在行政诉讼法的237之3 行政诉讼法里面的237之3 这个237之3的第一项 它说 交通裁决事件诉讼的提起 因理原处分机关为被告 原处分裁决机关为被告 原处分机关是不是警察局 这个千万不要这样搞混 警察开红单 只是向交通裁决所举发而已 举发 那个警察机关 虽然那个红单是 是警察人员 交通警察开的 可是他只是向交通裁决所举发 这个原处分机关是交通裁决所 为被告 进向管辖的地方行政法院为之 这个地方行政法院 现在就设在这个高等行政法院里面 应该进向管辖的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行政诉讼庭为之 这是所谓的交通裁决事件的提起 以原处分机关为被告 直接向行政法院起诉 直接向行政法院起诉 所以交通裁决事件 交通裁决事件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例外情形 例外情形 不用经过诉论程序的 这个交通裁决事件就没有 诉论前置主义的适用 这样 另外一个 经过听证程序做成的行政处分 如果要提起撤销诉讼 也是 提起撤销诉讼 也是不用经过诉论程序 那规范在行政程序法里面的109条 行政程序法里面的 行政程序法里面的109条 那跟各位嘉宾报告 那我们看一下 行政程序法里面的109条 109条 从102 这个是陈述意见和听证 109 我们看看行政程序法109 不符一千条做成的行政处分者 其行政救济程序 免经诉论 还有免经诉论先行程序 一千条做成的行政处分 一千条 行政程序法109条的前一条 就是108条 我们看108条 行政机关做成经听证的行政处分 除依第43条的规定外 应斟酌全部听证的结果 要斟酌全部的听证的结果 这样 第二项 前项行政处分应以书面为之 并通知当事人 这个就是说 行政机关做出的108条的行政程序法 108条的第一项 就是说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行政处分 这一类的行政处分是比较特别的 要经过行政听证的程序 好 经过行政听证程序做出的行政处分 行政程序法109条规定 他说 不服依前条做成的 依前条规定做成的行政处分 这个前条就是109的前一条就是108 108的话 行政程序法108条 他是说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分 必须要经过行政听证 这个就是说 经过根据行政法109条 行政程序法109条的规定 经过听证程序做成的这个行政处分 提起撤销诉讼 也是不用经过宿愿程序 这个就是免除宿愿 还有它的先行 所以说就不适用宿愿前置主义 也不适用宿愿先行主义的 好 那一般而言 提起这个确认诉讼 还有一般提务诉讼 那事实上就是不用经过宿愿的程序的 如果是提起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为什么不用经过宿愿程序 因为提起确认诉讼 要先向那个行政机关 提起确认诉讼的话 提起确认诉讼 提起确认诉讼的话 确认诉讼它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色 就是说 提起确认诉讼的话 必须要怎样呢 提起确认诉讼 它必须要 向原处分的机关请求确认无效 未被允许 或是说 请求后30天以内 不为答复者 这个是 提起确认这个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它是不是已经有向原来的行政 原处分的行政机关 请求确认它无效 所以它事实上已经给那个行政机关 已经有自我审查的机会了 所以这个自我审查就相当于诉认的机制 所以为什么说提起确认诉讼 它就是不用经过诉认 那提起一般几户诉讼 一般几户诉讼 也是不用经过诉认程序 一般几户诉讼 一般几户诉讼 规范在这个行政诉讼法的第八条 它说第八条第一项 人民与中央或地方机关监控 因公法上的原因 发生财产上的几户 或请求做成行政处分以外的 非财产上的几户 这个行政诉讼法里面的第八条 第一项里面有一个是 前半段是公法上原因的 发生了财产上的几户争议 第二个后半段是说 原告要请求行政法院 做成行政处分以外 抱歉 就是说 这个行政诉讼法第八条 第一项的后半段是说 这个为什么会有几户诉讼的原因 就是说 请求做成行政处分以外的 其他非财产上的几户 请求做成行政处分以外的 其他非财产上的几户 因为这个原因 得请求几户诉讼 请求几户诉讼 因公法上的契约 发生几户亦统 那这个几户诉讼 是比较特别的 他一般的几户诉讼 不用经过诉认程序 所以基本上 不用经过诉认前置的 不用经过诉认程序的 就是 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 无庸先经诉认程序 确认诉讼 不用经过 确认诉讼 不用经过诉认程序 还有一般几户诉讼 一般几户诉讼 也不用经过诉认的 一般几户诉讼 也是不用经过诉认的 程序 这样 不用经过 诉认的程序 好 那接下来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 确认诉讼 的一些重点 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的一些重点 基本上 这个 确认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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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确认 公法上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或是说 确认行政 处分无效的 这个是属于 一般的确认诉讼 他那个 一定要有 确认利益 然后确认 行政处分 违法 也是一样 要有确认利益 所以事实上 确认诉讼里面 一个特别的 一个要件 就是说 一定要有 有那个 急受判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的 这个利益 这个意思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 行政处分 是否合法 不明确 因为他这个 有提到 违法 所以到底是合法 还是行政处分 是合法 还是违法 不明确 合法 或违法 不明确 然后呢 到底是有效 还是无效 生效 行政处分 到底是生效 是有效 还是无效 不明确 就是说 确认诉讼 就是基本上 就是要处理 这个行政处分 到底是 当然 原告是认为 行政处分 已经是违法 但是他本质上 就是还没有经过 行政法院的判决 所以是说 有争议 就是因为行政处分 他到底是违法 还是合法 不明确 有争议 到底是 有效 还是无效 不明确 有争议 就是行政处分 到底是 有没有生效 不明确 然后原告 在 原告在法律上的地位 有受侵害的危险 原告 在法律上 法律上 非原告 有急所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的利益 就是因为 行政处分 到底是 违法 还是合法 行政处分 到底是有效 还是无效 还是有没有生效 他因为不明确 有争议 导致原告 在法律上的地位 有受侵害的 这一个危险性 他的 他的法律上的利益 限定在这个 法律上 不是事实上 导致原告的 法律上的利益 有危险性 这种危险性 原告的危险性 可以透过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 确认诉讼 把它除去 这种危险 这个时候 这就是所谓的 确认利益 这个是 最高行政法院 94年的 判 727判决 727判决 就是说 所谓 急受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利益 就是因为他的 行政处分 到底是违法 或是合法 不明确 有争议 由于行政处分 是有相无相 有相或无相 或是说 没有生效 不明确 有争议 导致原告 导致原告 他这个 法律上的利益 有遭受 侵害的一种 危险性 危险性 这种 原告法律上的利益 有遭受 行政机关 侵害的危险性 原告可以用什么 方法来给他除去呢 原告可以透过这个 对于被告 对于这个 确认诉讼 确认判决 把他除去 这就是所谓的 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里面的 所谓的 确认利益 确认利益 确认行政处认无效 他有个大前提 一定要行政处分 确认行政处分 违法 他也一定有一个大前提 一定要有一个行政处分 存在 所以提起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或提起 确认行政处分违法 一定要有一个 很 很大一个前提 就是说 行政所 法院所要确认的对象 是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 而且必须原告有急受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利益为要件 才可以提起 这就是说 在提起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 这种确认诉讼 还有在提起 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 这个行政诉讼 他必须要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说 所确认的对象是 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这样 另一个要点 就是说 提起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他这个 提起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他不是以行政处分的相对人为限 相对人为限 他厉害关系人也是可以 厉害关系人也是可以提起 就是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 第一下的前判断 他这里确认诉讼里面 有一种类型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他原告不与受到行政处分的相对人 不予是一定要是行政处分的相对人为限 原告还可以是谁 除了相对人以外 还可以 法律上的厉害关系人 也可以提起 厉害关系人 必须所谓的法律上的厉害关系人 必须因为这个行政处分 所发生的这个法律效果 legal effect 直接损害到他本身的权利者 才可以提起 就是说 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了解 就是提起确认诉讼 这个原告四格 原告要四格 原告的话 除了行政处分的相对人以外 厉害关系人是可以提起 但是这些所谓的厉害关系人 他必须要怎样呢 再提起这个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在这个原告方面 就是说 当然 行政处分的相对人 一定是可以提起的 他是四格的 然后再来是 行政处分的 所发生的法律效果 会直接影响到 某一个人 损害到某一个人的权利 的那个厉害关系人 他也可以提起 所以说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 他的原告可以 第一个是相对的 行政处分的相对人 第二个是厉害关系人 这个厉害关系人 限离法律上的厉害关系人 什么叫法律上的厉害关系人 就是因为这个行政处分 这个行政警官做出来 这个行政处分 所发生的法律效果 Legal Affair 他会direct 直接的侵害到了 这个原告的权利 这个叫做所谓的 这个法律上的厉害关系人 法律上的厉害关系人 也是可以提起 确认诉讼 也是可以提起 确认诉讼 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确认诉讼它具有补充性 补充性 在那个行政诉讼法里面的第六条 第三项 确认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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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第六条第三项 它前段有这样规定 确认诉讼 它有一个斗点 于原告可以得 它有权利提起 或可的提起 撤销诉讼 假设原告可以提起 撤销诉讼 假设原告可以提起 客与义务诉讼 假设原告可以提起 一般几乎诉讼 不得提起之 好 这就是说 假设原告可以提起 撤销诉讼 它就是不得提起 确认诉讼 这确认诉讼 具有补充性 假设原告可以提起 客与义务诉讼 那这样呢 原告就不得提起 确认诉讼 这个确认诉讼 就是具有补充性 假设原告可以提起 一般几乎诉讼 那原告呢 就不得提起 确认诉讼 这个呢 也就是说 确认诉讼 具有这个补充性 确认诉讼 它的法律上的定性 它的法律上的本质 就是补充性 所谓确认诉讼 具有补充性 就是确认诉讼 它是跟撤销诉讼 比起来 它具有补充性 好 确认诉讼 跟撤销诉讼 比起来 确认诉讼 具有补充性 那 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 跟撤销诉讼 比起来 确认诉讼 具有补充性 对不对 好 那 确认诉讼 跟这个 课语义乌诉讼 比起来 确认诉讼 也是具有补充性 确认诉讼 假设原告 可以提起 一般几乌诉讼 的话 就不得提起 确认诉讼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确认诉讼 也具有补充性 这些都是 确认诉讼 它的定性 它的法律上的本质 它就是具有补充性 这样 好 那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 假设 关于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争议 公法上 这里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 前段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 那假设当事人 原告 可以提起 撤销诉讼 达到相同的 这个法律 效果的时候 假设性的 关于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 诉讼 假设当事人 可以原告 可以提起 撤销诉讼 达到相同的 这个 对他的权利 达到保护的效果的时候 这个就不可以提起 确认诉讼 因为确认诉讼 还有补充性 所以 关于行政诉讼法 里面的第六条 第六条 里面的第一项 前判断 确认 确认 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 这是确认诉讼 但是假设这种 确认诉讼 原告可以 事先可以用 透过 撤销诉讼 达到相同的 对于原告的 权利保护的目的 他的 初衷 就是要达到 保护原告的 权利 假设可以 透过 撤销诉讼 可以达到的话 因为 确认诉讼 具有补充性 那他就必须提起 撤销诉讼 这样 好 那 嗯 在这个 确认诉讼 里面的第六条 第六条 他这个 里面 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 一般 确认诉讼 里面的 那个 确认行政 处认无效 确认行政 处认无效的 这个诉讼 确认行政 处认无效的诉讼 它是属于 一般诉讼 类型里面的 第一种 的一种 对不对 在他的 这个 重点里面 这个 确认 行政处认 无效的诉讼 它有一个 要件 就是说 必须 已经向 原来 处分的机关 原处分 做出 行政处分的 行政机关 请求 确认 无效 没有被允许 或被请求 经过请求以后 三十天以内 不为确达者 此的提起之 这里有提到 第六条 第二项的规定 就是要确认 行政处分 无效的诉讼 它必须 必须 要向 做出 行政处分的 原来的 那个 须 向 原处分机关 原来做出 行政处分的 行政机关 请求确认 原告请求确认 结果向 行政机关 请求确认 无效 未被允许 或是说 原告向 当事人 向这个 行政机关 请求以后 三十天以内 行政机关 不为答复 才可以提起 这个 确认行政处分 无效的诉讼 然后他这个 当事人 向原来的 做出 行政处分的 行政机关 请求确认 无效 这个就是有让 原来这个 做出行政处分的 机关 有自我审查的 机制 所以说 为什么确认诉讼 不用经过 诉论 因为这个 就是所谓的 这个 行政先行 行政先行 所谓的 行政先行 这个行政 就是指 原来做出 行政处分的 行政机关 先行 什么先行 自我审查 所以提起 提起这种 确认诉讼 为什么不用 经过 诉论这个阶段 因为他已经经过 诉论先行 的 机制的 第二个 第六条 行政诉讼 把第六条 第二项里面的 这个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的诉讼 他必须要 怎样 原告有急所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的利益 他 他这个 因为这里有提到 确认行政 处分无效 非原告有急所 确认判决 法 之法律上利益 不得提起之 原告要有急受 确认判决的 这个法律上的利益 然后 这个 所谓的 那个急受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的利益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 法律关系 法律的关系的 这个存佛 不明确 不明确 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的 这个存佛 不明确 然后呢 原告 导致原告 在 在这个 他的地位 有受到 侵害的危险 然后 这个 受到这种危险 可以得以 对于被告 就是说 原告 请求 行政法院 向行政法院起诉 然后行政法院 会做出一个判决书 然后呢 队员 透过这个判决书 除去的这一个 这个 原告 他会遭受危险的 这种情形 那这个 原告 为什么他的 法律上的利益 权利会遭受 损害呢 有侵害的危险呢 因为法律关系的 那个 不确定 因为法律关系的 不确定这样 那 也可以说 就是因为 这个 行政处分 到底是有效 无效 行政处分 到底是有效呢 行政处分 到底是 有效呢 还是行政处分 是无效呢 还是这个 行政处分 他是 有没有生效呢 他不明确 就是所谓的 急受判决 的法律上的利益 就是因为 这个行政处分 到底是 合法的 合法 或违法 或是说 到底是有效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确认 行政处分 无效里面的 的 这个案件 这个本案里面 就是说 行政处分 到底是有效 还是无效 到底还是说 甚至说 行政处分 是没生效的 他的生效 不明确 有正义 导致原告 在他的法律 地位 有受到 这个 行政机关 欺态的危险 那这个 这种危险 可以透过 这个行政法院的判决 确认判决 可以把它除掉 那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 原告有 急受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的利益 最主要是因为 他这个 行政处分的 这个 行政机关 做出来的 行政处分 到底是有效 无效 到底有没有生效 不明确 法律关系不明确 然后呢 原告呢 他的那个 法律地位 会受到 行政机关的 侵害 的危险 有这种危险性 有这种危险性 然后这个危险性 要怎么除去呢 唯有原告 向行政法院起诉 然后透过 行政法院的 确认判决 才可以把它除去 这种 行政机关 对于 原告的侵害 换句话讲 就是原告的 他的遭受 行政机关 这种危险 被行政机关 就是原告的 这个 法律上的利益 可能会遭受 遭受 侵害 这种危险性 可以透过 行政法院的 确认判决 把它除去掉 这个就是所谓的 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 有急受 确认判决的 法律上的利益 这个时候可以提起 确认诉讼 提起 确认诉讼 好 那另外一个 是最佳的 确认诉讼 最佳的 那个 确认诉讼 最佳的 确认诉讼 最佳的 确认诉讼 可以 在哪里 有 最佳的 确认诉讼 确认 已经执行完毕的 确认 已经执行完毕 而没有回复原状 可行 或是说 因其他事由 而消灭了 行政处论 违法 这是 最佳型的 这个 确认诉讼 确认 已经执行完毕 或是说 已经消灭了 某种原因 消灭了 行政处论 违法 违法 的这个 确认诉讼 这叫追加型的 确认诉讼 追加型的 确认诉讼 它要几个要件 第一个 这个 要提起这种 追加 确认诉讼 第一个要件 很重要一个要件 就是说 必须要具备提起 撤销诉讼的要件 所谓的 这个 追加 确认诉讼 就是因为 它确认 行政处 处备 已经执行完毕 或已经消灭 违法 那已经执行完毕 如果 假设还没执行完毕 是不是当初原告哥 提起撤销诉讼 所以说 这个 追加 确认诉讼 它 第一个要件 就是说 它的要件 就是说 必须要具备 提起 本案 必须要具备 提起 撤销诉讼的要件 第二个特别要件 就是说 原来的 那个行政机关 做出的行政处分 需要提起 撤销诉讼 以后 必须要先要 提起 撤销诉讼 以后 结果这个行政处分 已经中了 或是消灭 好 第三个 必须要确认 必须 需转换 确认行政处分 无效 或是说 违法 确认行政处分 是无效的 或是说 确认行政处分 是违法的 这是 追加的 确认诉讼 第四个 就是说 原告必须具备 权力保护的 必要性 必要性 这样 第三个要件 就是说 这个本案 必须 转换 确认行政处分 无效 或是说 违法 这样 这是追加型的 确认诉讼 最佳型的 确认诉讼 再跟各位嘉宾 补充了 就是说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 这一个 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 假设是 确认 确认一个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成立 成立的话 这个叫做 积极的 确认诉讼 假设是 确认 这个 公法上的 法律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不存在 这个叫 消极的 确认诉讼 那 假设确认 这个 毕业证书 或者说 考选部 所发的证书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是属于 事实上的 确认诉讼 而不是 法律上的 确认诉讼 行政诉讼法 里面的 第六条 里面的 第一项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 它最主要是 确认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如果存在的话 这是积极的 确认诉讼 假设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不存在的话 这是消息的 确认诉讼 所以 这个确认诉讼 第六条 第一项里面的 确认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它的诉讼标的 不是 它的诉讼标的 不是事实上的 确认诉讼 而是 法律上 确认法律上的 而且是 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才是它的 诉讼标的 这种法律关系 可能会产生 个别的权利 或者说 个别的义务 产生个别的权利 跟个别的义务 但是 这个法律关系 也不限定在 原告跟被告 行政机关之间 在这个 当事人之间 跟 当事人跟 第三人之间的 法律关系 也是可以当作 确认的标的 所以 所谓的 确认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 第一项里面的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这种所谓的关系 不限定在 原告跟 行政机关之间 它可以扩充到 当事人 原告 被告 跟第三人 的法律关系 都可以的 所以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它的范围是 比较广的 比较广的 这样 另外一个 确认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 的这个诉讼 确认诉讼 它基本上 也是具有补充性 就是确认诉讼 它基本上 具有补充性 它 因为假设性的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它 一般而言 就是说 行政诉讼法 在制定的时候 有经过统计 运用大数据的 法则 因为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它的存在或不存在 大部分它有 一个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 是什么呢 都是因为 有一个行政机关 做出一个行政处分 因为这个行政处分 会导致一个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所以这个 行政诉讼法 在制定的过程里面 它在起草的时候 它就有 运用大数据的法则 实际上 常常 发生的情形 就是说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它有一个大前提 都是因为 行政处分 而导致的 这样 那就因为 行政处分 而产生 而催生了 法律上的 法律关系的争议 是不是应该 我们要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先找这个 先正本清源 就应该先 就争执的 行政处分的 事法性 因为这个 法律上的 关系 法律上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到底成立 或不成立 它是后半段的 它有一个 前半段的 一个因 前半段的 前半段的 是因为 行政处分 而生的 所以说 我们就是应该 作本 追缘 应该就 这个 争执的 行政处分 它到底 它的合法性 为何 来提起 什么 诉讼 提起 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 这样 所以 所以说 这个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 具有补充性 它是补充什么 补充 撤销诉讼 那为什么 它会是 补充 撤销诉讼 因为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的争议 大部分 绝大部分 是因为 行政处分 而生的 所以我们应该 正本清源 追过头 向上 受缘 应该就 先就 行政处分 的 释法性 到底是合法 不合法 来起诉 这个时候 原告又提起 什么诉讼 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 这样 撤销诉讼 把它撤销以后 就不会有争议了 因为 为什么会有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 因为就是 有一个 行政处分 存在 它的 释法性 存在 把它撤销掉 就没有 这个争议 所以 原告 本来是可以提起 正本清源 应该提起 撤销诉讼 在这个情形之下 在这个情形之下 因为 原告 本来是可以提起 理论上 应该是提起 提起撤销诉讼 而不是任由 原告 来针对 认为 违法的 行政处分 他所产生的 公法上的 权利义务 来提起 确认诉讼 理论上 是不是应该这样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就必须要把 确认诉讼 定性为 这个 补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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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所以说 这个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 它应该要怎么样呢 应该以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非由 行政处分 所产生者 为限 就是说 不是以行政处分 有效存在 然后才会 产生这个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要限定在这个 假设说是因为行政处分 而产生一个效力 让这个产生 确认 而有这个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争议 那是不是 因为行政处分 因为行政处分 发生效力 然后产生了这个 后来衍生出了一个 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争议 那是不是 如果要打诉讼 应该不要打末端 应该打前端 那前端是什么呢 是应该针对这个行政处分的 违法性 来提起撤销诉讼 那 这样才合理 所以说 为什么确认诉讼是 补充性 什么时候可以提起 确认诉讼 就是 确认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 一定要以这个 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并不是由行政处分产生 才可以提起这样 假设是由行政处分 产生这个 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争议 那要正本清远 就是要针对这个 违法的行政处分 提起撤销诉讼 另外一个重点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 它这个不包括 这个法规的内容在 这个 法律上的关系 法律上的关系 是指这个人跟人之间 或是说第三人之间 或是说 原告跟被告之间 就是两个权力主体 不一定是自然人 权力主体不一定是自然人 所产生的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关系 或产生人对这个 人对这个权力这个课题 公法上利用的关系 那 所以这个 法律上的 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它可能直接基于 法律的规定 可能是因为处分 可能是因为行政契约而成立 这样 那 这个确认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标的 不是不包括 法规本身的内容 不包括法规本身的内容 不包括 法规本身的内容 那 这个 行政诉讼法第六条 第一项里面的 确认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存在不存在 这个确认诉讼 事实上的关系的确认 不包括在这里面 事实上关系的存否 也不是这个行政诉讼法 这个确认诉讼的标的 法律关系的存否 也不是 法律规判的效力的 有跟没有 法律规判的效力 有规判 它有效力或没效力 也不是 法律状态 存在或不存在 也不是 也不是 这个 确认诉讼的标的 那 这个法律关系 基本上是 另外一个要补充的 就是第六条 第一项里面的 公法 确认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理论上是 应该是 确认现在的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才有实意 但是因为它这个 确认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 通常都是一个 很具体的 concred的 一个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所以说 对过去的 对过去的 法律关系 到底存在或不存在 这种诉说标的 事实上也是可以 也是 这个 确认诉讼的 标的 为什么呢 什么情形 是可以 这个 是确认诉讼的 标的 只要 过去的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表现出 反复的 危险 危险 就是说 它这个 法律关系 终了之后 然后会 出 法律关系 虽然终了 terminate 虽然over 但是它会发生 作用 会作用 这就有必要 就有必要 来提起它的确认诉讼就对了 所以说 虽然是过去的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只要 实际上 会影响到 目前相关的 权力关系 权力的事项 也是可以 成为 那一个 诉讼 确认诉讼的 标的 确认诉讼的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实际 影响到 现在的存在 虽然它是 过去的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但是会影响到 现在的 权力 所以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提起的 也是可以提起的 好 另外 另外要补充的话 就是说 那个 确认处分 行政处分 无效 在这个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里面 第六条 第一下里面 前半段 它有提到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它 这个 确认诉讼 它是要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那 确认行政 处分 有效 可不可以提起 确认诉讼 是不可以的 确认诉讼 是只有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假设 原告 说 它要 要提起 这个 确认行政 处分 有效 可不可以提起 这个是不可以的 确认诉讼 它的诉讼标题 只有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它不包括 确认行政 处分 有效的 诉讼标题 那 确认行政 处分 根本 不存在 它 这个 是 一定要有 一个 确认 一定要有 一个 行政 处分 存在 然后 它 说 是 确认 这个 行政 处分 无效 那 如果说 原告 要提起 一个 是说 确认 行政 处分 至始 至终 根本 完全 不存在 这样 可不可以提起 确认 诉讼 不可以 因为它是 除了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基本上 一定要有 一个 行政 处分 存在 那 如果 原告 要提起 这个 确认 诉讼 是说 要确认 根本 行政 机关 没有 做出 这个 行政 处分 所以 说 这个 行政 处分 根本 自始 自伪 彻投 彻尾 完全 不存在 这种 诉讼 可不可以 提起 不可以 然后 或是说 提起 行政 处分 具有 特定 内容 这个 某一个 行政机关 做出的 某一个 行政机关 做出的 某一个 行政 处分 具有 特定 内容 它要 确认说 这个 行政 处分 具有 特定 内容 这样 可不可以 这样 是不可以 因为 这个 行政 处分 第六条 第一项 里面 它就 明摆了 指出 确认 行政 处分 无效 所以 说 如果 原告 要提起 确认行政 处分 有效 这是不可以 的 不是 诉讼 标的 那如果 原告 要提起 确认行政 处分 側头 側尾尾 根本 不存在 这个 也是不可以 的 或是说 要提起 确认行政 处分 具有 某一个 特定 的 某一个 特定 的 范围 可不可以 也是不可以 的 因为 这个 行政 处分 第六条 第一项 它是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的 好 那在这个 跟各位嘉宾 报告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的诉讼 在这个 第六条 第二项 里面 它有一个 必须要 怎样 根据 第六条 行政 诉讼法 第六条 第二项 的 规定 要提起 这个 确认 这个 提起 这个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的 诉讼 它 必须要 根据 这个 第六条 第二项 的 规定 它 这个 确认诉讼 它是不用经过 诉认 潜质主义 那 确认行政 处分 无效 的诉讼 它跟 这个 撤销诉讼 事实上 是不太一样 的 行政 诉讼法 里面的 这个 第六 第四条 原告 向这个 行政法院提起 撤销诉讼 它必须要先提起 诉讼 最传统的是 行政诉讼里面最传统的诉讼类型是撤销诉讼 它这一定要经过诉讼 这个要经过诉讼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诉认前置主义 可是 行政诉讼法里面的第六条的第二项 它没有诉认前置主义的 不适用 就是 确认诉讼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 它这个 没有适用这个 诉认前置主义的适用 就是说 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二项 它是不适用 诉认前置主义 讲得更明白一点 更白话的话就是说 提起 原告提起 确认诉讼 不用经过诉讼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的处判机关 如果认为 自认 承认了 它的行政处判是无效的话 那它是不是就把行政处判撤销掉了 行政机关就撤销掉了 就无需提起 确认之诉 所以 这个就是有让行政机关 自我审查的机制 所以 这个就是 所以说第六条第二项里面这个规定 要提起 确认诉讼 必须要向 原来做出 原来做出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 请求确认他 确认这个行政处分无效 没有被行政机关允许 或是说 向行政机关请求以后 三十天内不为答复 使得提起吃 这种机制 就是让原来的 做出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 他有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的机制 的机会 还有自行确认 他的行政处分无效的机会 这个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 自我确认的这个机制 就等同于 用于取代 诉愿前置主义 就是说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第二项的 原来的行政机关 自我审查的机制 自我确认的 自我确认行政处分 是有效无效的 这一道程序 事实上就等同于诉愿前置 就等同于诉愿就对了 所以 确认诉讼是 不用经过诉愿的 确认诉讼 不用经过诉愿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 报告的 就是说 那个 要补充的 这个第六条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 第一项的后半段 确认行政 处分 违法这种 确认诉讼 有两种讲法 有两种讲法 就是说 这种追瞎型的 确认诉讼 他说 有一种讲法 就是说 一定要先提起 撤销诉讼 才可以转换成 请求 确认行政处分 违法的诉讼 有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说 确认已经执行完毕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 第一项的后半段 确认已经执行完毕 或因其他室友 而消灭了行政处分 违法的诉讼 一同 这个 这个是确认诉讼 追加型的 这个是属于 那种追加型的 确认诉讼 这种追加型的 确认诉讼 有一派的讲法 是说 一定要先提起 撤销诉讼 一定要先提起 原告 一定要先提起 这个 撤销诉讼 才可以转换成 这个 确认诉讼 必须要 转换成 确认诉讼 一定要先提起 确认诉讼 才能提起 转换成 确认诉讼 这是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讲法是说 在 我们在解释这种 确认行政 除更违法的诉讼 类型的时候 不应该 来说 自我 就是说 法条上没有说 原告要先提起 确认诉讼 所以说 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说 另外一派的讲法 就是说 提起 这个 提起 这个 追加型的 确认诉讼 不需要经过 提起 这个 撤销诉讼 不需要提起 撤销诉讼 这样 好 这是另外一个 讲法 那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说 理论上 它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 第一下后半段 也没有说 提起那种 最佳型的 确认诉讼 一定要先提起 撤销诉讼 我是比较赞成 这种讲法 好 好 以上呢 是今天 跟各位嘉宾 报告的一个 内容 有关 确认诉讼的 那个 内容 这样 好 最后再补充一下 再补充一下 第六条 第1项的前半段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 就是 确认 公法上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的 这个 确认诉讼 基本上还是有 确认诉讼 补充性的 适用 也有 行政诉讼法 第6条 第3项 第6条 第3项 的 确认诉讼 补充性 规定的 适用 假设原告 他的 主张 他主张的 权利 可以先经由 撤销诉讼 来达到 他请求的 目的的时候 结果他 不提起 撤销诉讼 他直接提起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的 诉讼 这个时候 事实上是 违反了 补充性的原则 违反了 补充性的原则 就是欠缺 权利保护的 必要性 欠缺 权利保护的 必要性 所以说 事实上 在这个 第6条 这个 确认公法上 法律关系 存在或不存在的 这个 诉讼 仍然是 有这个 行政诉讼法 第6条 第3项 确认诉讼 他 确认诉讼的本质 确认诉讼的本质 是具有补充性 还是有补充性的 适用 还是 具有补充性的适用 好 以上是今天跟各位嘉宾 介绍的内容 那个 确认诉讼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谢谢